大家好 今天是十月二十一 星期三 股市还是反反复复见识 当然由于成交一直比较低迷 所以暂时来说 我想整个股市 还是会在一万九千点左右水平 进行一个整顾的 十月份星期还交一天不多了 只有五天 明天跟后天之后就是圣诞 然后下个星期三回来 已经是这个月的 十时转参的高峰期 而下个星期四就是这个期指结算 到下个星期五 当然是今年最后的一个交易天 也是场外显身工具结算 当然也是今年的年节 所以暂时来说 整个股市 我想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动作的 好了我们先看看那个指数 照顿恒生指数先高开96点 到一万九千一百九十点 往后才曾经一度再上升到一万九千两百五十五点 可是没有办法再推进 原因很简单 买盘真的不足够 好了由于股盘还是有一点点的出现 结果整个股市曾经一度仿佛而低见一万九千零六十六点 而直到下午三点左右 整个股市还是在一万九千零六十六点 到一万九千两百五十五点中间是走来走去 当然有一点大家要留意 现在十天仙大概在一万九千四百四十四点 而二十天仙现在大概在一万八千九百四十八点 等于说股市暂时会在 十跟二十天仙中间是走来走去的 我觉得暂时就算是有一点点往上出现一个突破 也不会有太大的刺激 毕竟成交今年一直是低迷 直到今天下午三点左右 成交只是五百多亿而已 等于说就算是股市稍微做好一点点 也只是有波幅而没有升幅 有反弹而没有大升 最重要一点就是圣诞已经快到了 不少资金经理跟投资者已经放假了 变成来说整个股市暂时来说 不应该有太大的那个网上看的空间 当然其实来说 学月份跟其他月份不同的 因为学月份有一个全年的年结 资金经理都希望把这些投资稍微做好一点点 所以变成来说总有一点回稳的买盘 在市场维持那个走势的 暂时来说上升我觉得也不会太明显 往下调 孤雅也不是很大 我想比较明快的那个释放 怎么样要到明年一月初我们才看得到的了 现在看起来 学月份当然还是一个先低后高 指数暂时是从2号的低位18530点 上升到9号的高位19926点 其实来说一个月的高低位一般来说 是不应该同时出现在6个交易天之内 可是学月份不同啊 有圣诞有新年大价 所以这个月到月底 可能整个股市还是在1396点的波幅里面 是走来走去的 现在最好还是采取观望的态度 抓货少的朋友 我想问题应该不会太大的 可是抓货比较多的有压力的话 自己就要想一想 今年下来最低的指数是 1231号的14597点 曾经反弹到这个月的高位 9号的高位19926点 要是说 未来一点时间股市在收压的话 可能还是会有机会 见一见比较低的指数 从走势方面来看 14597点是一个左边的脚 未来股市可能会往下寻找右边的脚 那这样子看起来 抓货比较重的朋友 就要做一点风险管理比较好了 好了 下五分就说了这里